一个长针的加针就是勾两个长针 再来一个长针 把这个计划扣取掉 在这个里面勾长针的加针 在这最后一个长针完成之后 在这个上面做一个记号 也就是这边最先开始的这几针 我们是勾了三组隔一加一 中间部分仍然是不加不减的长针 那我就不再做慢动作了 我呢仍然是勾八个长针的 大家呢这个中间部分的帧数呢 是不变化的 就是其真数减二 好现在呢到这边这个记号扣这里了 就是我们到了斜头这里 又开始进行加针了 规律仍然是隔一加一 咱们这边呢一共呢是要加六组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咱们呢咱们做一个记号 接下来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一组了 然后组组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来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大家在勾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线头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第十三集 或者呢就直接打一个小截就行了 第十三集讲的那种方法呢是不用打截的 现在呢最后一组了 一个长针 然后呢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什么东西 一个长针的加针 在最后这个长针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这样 斜头部分的加针呢就完成了 我们一共呢是进行了六次加针 接下来呢又是到了中间部分 那中间部分呢 仍然是不加不减的长针 大家呢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中呢 咱们可以自己呢稍微的记一下笔记 就是自己能够看懂就行了 那这样呢我们第二次勾的时候呢就不用再看视频了 得到 Passport了吗 就这么长针 还好吗 那么自然的话呢可以说 那就是这样子的龙子 咱们可以说 叙子 Ao 它是两次的龙子 是呀 我能够看 debris的那种原因 我相信 好吗 一切门 你这次那么组组了 哦 那我们是什么样的 好了,到了记号扣这里,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我们呢,和这边呢,对称着来 咱们这边呢,它是隔一加一,隔一加一,隔一加一这样来勾的,对吧 然后呢,是勾了三组,咱们这边呢,也是三组 我们呢,为了跟这边相对称呢,咱们就先勾加针 再勾了第一个长针,在这个上面呢,先做一个记号 然后呢,还在这个洞里,再勾一个长针 就是咱们先勾长针的加针,然后呢,勾一个长针 接下来,再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长针的加针 一个长针 好了,把这个记号扣呢,取下来 同样的,引拔解数第三圈 把引拔形成的这个辫子呢,咱们把它抽紧 好,这样呢,第三圈呢,就勾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规律 能听懂的姐妹呢,就直接往下面勾 第四圈呢,咱们斜头跟斜尾 嗯,这个是斜头啊,这是斜尾 它部分呢,它的加针规律呢,是隔二加一 就是我们勾两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然后进行一次长针的加针 然后这边呢,也是 好,大家看我示范 咱们先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接下来记着是隔二加一 就是咱们先勾两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第一个长针上面呢,做个记号 再勾一次不加不减的长针 然后呢,进行一次长针的加针 这个呢,就叫隔二加一 一组了,再来一组 一 二,然后加一次针 下面第三组 一 二 把记号扣取下来 我们加一次针 在这个上面呢,做一个记号 也就是说,这个鞋尾部分呢 第四圈呢,这边呢,最先开始呢 我们呢,隔二加一 也是勾了三组 那中间部分呢,仍然是 对我来讲呢,就是八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就是这种鞋子 就是这种鞋子 大家如果找规律的话呢 它就是鞋头跟鞋尾呢 进行了加减针 不是加针 然后,中间部分呢 都是不加不减的长针 还有这种鞋子在勾的时候呢 大家这个手劲呢 多练习一下 就能够 就是保持一个 一直都是比较适度的一个手劲了 因为新手很容易就勾两个鞋底 然后呢,就是 其真数一样 大小呢,是不一样的 因为手机要松紧 掌握不好 这个正常呢 大家不要灰心 好了,到了这边呢 然后在这边呢,是鞋头 我们开始到鞋头的加针地方了 然后按照隔二加一的规律 咱们呢,是勾六组 大家看我示范 隔二加一 勾一个长针 咱们做个记号 再勾一个 然后呢,加针一次 这个呢,完成了一组 继续 继续 一 二 加针一次 两组 继续 再来 一 二 二 加针一次 三组 一 二 二 加针一次 四组 大家如果勾的慢的话呢 可以暂停一下 可以暂停一下 三 二 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加针一次 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加针一次 就是勾两个长针 一 二 好了 这个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这样 第四圈 席头部分的加针了 就完成了 我们是按照隔二加一的规律 勾了六组 大家呢,可以这样记一下 就是 当成笔记吧 记一下 又到了中间部分 这个呢,就不用说了 都是勾不加不紧的 长针 这种鞋底呢,它勾出来 前后 就是这个鞋子呢 鞋头跟鞋尾的大小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套在棉裤外面穿嘛 就不需要区分鞋头跟鞋尾 好,现在呢,到了计划扣这里了 到这里呢,仍然是跟这边一样嘛 也是按照隔二加一的规律 勾三组 不过我们是先加针 不过我们是先加针 勾第一个做一个记号 再来,在这个上面呢,再勾一针 这个就是一个加针嘛 然后呢,勾两个长针 接下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一 二 再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一 二 再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一 二 再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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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鞋尾部分的加针呢 也完成了 我们是,起头加了三组 结尾加了三组 和这边呢,和这个鞋头呢 就是对称的,都是六组 引拔结束 抽紧一下 那这个结束的位置呢 它不一定呢,在中线处 它会像这边呢,稍微的偏一点点 这个没有关系的 那这样呢 这个鞋底呢,就勾好了 那大家勾出来的鞋底 可能 就是,帧数呢,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呢,这两个记号扣呢 它没有很对称 或者说呢 就是,感觉勾出来的 是歪歪扭扭的 这个呢,是 比较正常的 因为刚开始勾嘛 而且这两个记号扣呢 因为 你看这两个记号扣 因为这边呢 就是,结尾的地方呢 像这边偏了一点点 所以呢,这个记号扣呢 跟它呢,没有在一条水平线上 这个是正常现象 大家勾好之后呢 把这个鞋底呢,可以 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鞋底 勾好之后的样子 我们一共呢,是勾了四圈 然后,这个规律呢 这个规律呢,我现在再给大家啰嗦一遍 因为我们勾好之后呢 再来看规律的话呢 可能更加的明了了 我们第一圈呢,是 立了十个辫子针 然后呢,手尾各勾了六针 中间呢,是不加不减的八针 第二圈,手尾进行加针 就是,让六针变成了十二针 中间呢,是不加不减的八针 第三圈呢,手尾加针的规律是 隔一加一 中间呢,仍然是不加不减的八针 第四圈呢,手尾加针的规律是 隔二加一 中间呢,仍然是不加不减的八针 这个呢,就是鞋底 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鞋帮 这个鞋帮呢,勾出来是比较漂亮的 主要就是它换线了 但它的勾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完全用不加不减的长针来勾 没有任何针法上的变化 好,现在呢,给大家呢,做示范 首先呢,立三个辫子针 好,接下来呢,我们第一圈呢 就是勾一圈的长针 那这个记号扣呢,做上是为了给大家呢,讲解一下规律 现在这个记号扣呢,就用不到了 咱们把它取掉 咱们把它取掉 在第一个长针 在第一个长针,它形成的辫子里面呢,咱们做一个记号 这个是引拔的位置嘛 接下来就这样 接下来就这样 周围这一圈的辫子里面 咱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长针 我呢,就不再给大家完整示范了 再给大家勾,示范两针吧 嗯,对了,咱们在勾的时候呢,大家看 仔细看 这一面呢,纹理是比较清晰的 这个呢,是正面 这一面,它的纹理呢,相对模糊一点 这个呢,是背面 咱们在勾的时候呢,第一圈勾的时候呢 这个正面呢,是冲下的 因为有的姐妹可能 她会让另一面冲下 然后就勾反了 就是这一面,是冲下的 那大家呢,就往前勾吧 咱们在这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然后呢,勾一个长针 一直呢,勾到最后一针这里 现在呢,勾到了最后一针这里 咱们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我们开始呢,引拔结束 把这个引拔针呢,抽紧 现在呢,我们要勾第二圈了 这个第二圈呢,就涉及到了换线 大家呢,要看清楚换线的方法 因为往后每一圈,我们都要换线 那我呢,就不再给大家 再示范了 这个换线呢,把这个 要换的颜色的线呢,拿出来 大家是要换成那种金黄色的 或者自己配什么颜色也行 我呢,就用这种米色的线吧 把这个要换的颜色的线呢,直接这样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把之前的这个颜色的线呢 咱们抽一下,让它抽紧 然后,这个紫色的线 大家千万不要断线 因为我们下一圈还要用到 直接呢,用换的这个颜色的线呢 我们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开始勾 长针 勾长针的时候呢 这一圈勾长针,大家要注意一下 给大家指一下吧 拿个大头针 指一下,大家更清楚一点 咱们第二圈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下针呢,不是从这个辫子里面 咱们一般不都是挑这个辫子来勾长针的 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有一个 这种 这是这种 叫什么,花纹有点错开的这种感觉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金黄色的 在这个两个红色的中间的 这种效果 那我们呢,是这样 从两个长针中间这样,这样下针的 就是这个大洞里面下针的 不是挑起的这个辫子 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是8K这个大洞 就是8K这个大洞 从这个里面下针 勾好第一个之后呢 同样的咱们做一个记号 那除了下针的位置 不一样 其余的完全一样 然后呢,我们在钩的时候呢 把这个,对我来讲 是把这个米色线的这个 线头呢,放在钩针的上方 那这个紫色的线呢,不用压线 因为我们又没有断线嘛 挑起中间的大洞 大家勾起针就会发现 挑起中间这个大洞勾的和挑辫子勾的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下针的位置不一样 好,就这样,大家看到没有 它就位于这两个针的中间了 这样,那大家呢,就是按照 刚才我给大家示范的方法 这个线头呢,咱们藏了几次 剪掉 按照刚才我给大家示范的方法呢 咱们把这一圈呢,给勾好 都是在这 这样,从这 调的是从这里下针的 把这一圈呢,给勾好 那勾完之后呢,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换线,然后 我看一下,我们下一个视频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呢,我们下一个视频 我一直在看 我做到了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就会给大家看